今天我們民間媒體很高興找到何之君老師做這個訪問 何老師現在時間大約是五點半左右 今日至到現在為止投票去到六十萬 你對於現在的結果有甚麼看法呢 其實現在已經有六十三萬了 我覺得很開心 當然我覺得香港的市民很厲害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清楚 在翻譯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表示他們自己的要求和他們的發言 這件事其實在很多次事件上都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我們對香港的市民是非常有信心 這次未開始的時候 我也覺得應該有幾十萬人出來 現在當然比我想著的二六十萬人就比較接近 但是呢 在這個情況呢 我們當然也要來貪心 所以我們很希望呢 如果投了票的各位朋友 每人可以再邀請多一個出來投票呢 我們就可以投了一百萬的人錢 為甚麼這個數目是重要呢 不是六十八的 我覺得都很好 但是呢 如果我們可以投了一百萬呢 我們更加是可以大聲 要說給我們的中央的香港人 是不會怕了的威嚇的 我們是很清楚知道 我們自己是透過一些共產的方法呢 去表達我們的意志 我們的決定 這個決定就是說 我們要求的是要保存兩制 我們要求的是三個分別 我們要求的是香港人的法治 我們要求的是一個相對互相的重要方法 還有最重要 我們是不會甘心 給一些比我們更差的人去保持 所以梁振英 我們要求你快些錢 你和你那班的公會 全是將香港 本土的制度 在香港服務環境 我們很希望你快些 和你那班 公共是快些錢 何老師呀 在這個禮拜裏面發生好多的事 我也不想說太多了 但有一件事的重點就是 有些人說 投票是沒有用的 事實上 客觀的條件就是 這個投票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促利 所以也有些人 也不想出來投票 那究竟 你自己有什麼看法呢 在這一點當中 2003年的時候 也有些人說 我們走出來是沒有用的 因為中央不會是前往這個 2003年 就是當時是特區政府 但是我們看到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人認識 那一年有這麼多人走出來 而大家其實看過 香港的結果 就是當然有三個公公要制度辭職 跟著很久 公建華要這樣做 這些是正進出來的影響 當然 有更多的事情 不是這麼直接的 因為當時 這個田婚進 是 這個政府說了 他背後面 所以才可以拉到 但是為什麼田婚進 當時是會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他看到 民意不容器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以為我們投了一票之後 特區政府之間跪下 中央政府之間出派 當然這個會發生 但是任何一個的政權 他都必然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當他不可以拿到民心的時候 這個政權是不管的 這件事我相信 中央一定會考慮 所以我們如果多人出來投票 透過投票 去告訴中央 我們香港人 會做此不可 我們香港人是不會認命 這件事呢 我覺得是不會贈應的 最後 何老師我想問 就是 有什麼最後的呼籲呢 在跟大家 那呼籲呢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未投票的人 請你們沉默出來投票 可以去到香港十四個街站 是不到今天的十點的 另外呢 就是由明天開始 就是本來在城市大廣 今天有票站 其實九號都還有一個 就是實體的票站 另外呢 就是可以繼續 上市呢 是在這個時候 是可以用手機 但是呢 又是多於你身份的朋友 又是家人 甚至是循環一件 亦都不要想著 已經可以用手 因為呢 你仍然會有很多人 包括呢 又是多於你身份的朋友 又是家人 甚至是循環一件 亦都是不適合說的 真的嗎 好的 多謝你啊 何老師 謝謝 謝謝